物件陣列的那个建立 跟物件的建立,还有把值放进去,其实非常抽象 那如果你要具体一点的方式来查看的话,我讲过啦,你可以这边设中断点,设一排 然后呢,用什么呢?用这个凑虫 除错模式,就会一步了然 来知心医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基本流程是这样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建一个什么呢? 案例8,建一个所谓的那个旧的这个 就是我利用student的这个类别,建了一个旧的物件 对不对?第一步,所以你会发现呢,它建立之后的话呢 就建了一个什么为student,两个空间,0跟1 那里面现在是nure,没有东西 那nure你要放资料进去不行啊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外壳 对,你要有个student这个类别的一个外壳 你才有办法放三个资料进来 因为呢,你没有这个外壳 没有student的这个类别里面 建立实体的方法,你不能放那三个资料进去 所以呢,当我new它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我按一个f8 有没有发现 在0的地方有没有 建了一个什么 把这个地方放了一个student 有点像机体空间,本来是一个阵列 那里面呢,它 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我一间公寓 一层 一层先分 一层先分成两间嘛 两户嘛,对不对 两户里面呢 我在隔间成三间 如果里面有三间 要把它隔成三个房间的话 那有三个资料要放 放之前你必须要先在new一个student 然后new一个student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我要把资料放进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箭头在展开来 有没有,里面的话因为我会 用什么呢 因为我new的是什么 new的是一个 student 那student里面有三个成员变数 有没有,我那边里面有三个成员变数 就是 包含什么呢 有那个name address 跟 h 所以有三个 三个空间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有没有,你会发现它成员 成员变数都会显示出来 那我讲过嘛,成员变数放资料的地方 也就是在记忆体里面可以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可以放资料 那我分别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有没有,这个地方的话 F8再把 有没有 name放进来 对不对 那name进来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一个字串嘛 Hedgecode 然后 name 然后再把什么呢 再来把那个 这个 新北市放进来 再来把edge放进来 有没有 那再来new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new之后的话 诶,它等于是这个房子这一层 本来没有隔间的 现在就帮你隔间 那隔间成什么呢 实际上student我讲过 就像蓝图一样 那蓝,你也可以把它设计图 可以啊 以后隔间要隔成什么样 本来这个空间里面 就是没有 没有隔间 那你可以 把那个蓝图拿来 当成 那个设计图拿来 它可以设计成什么样 里面就是有什么 有个 address 有个edge 有个name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本来是很抽象的 但是如果说你们要把它具体化的话 其实可以 透过这样的方式 一run之后 就一目了然 那分别把资料放进来 对不对 所以再来的话 把资料放过来 有没有 这个人就放 这个地方就放 江小鱼 台北市 他的年纪 那最后的话 其实就把它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输出 那当然你输出的话 也可以跑个回圈 new的地方也可以跑回圈 都没问题 OK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你要比较具体 了解的话 真的要善用什么 善用这个除错模式 因为就可以一目了 否则的话 真的很多地方 会蛮多的 问题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再试试看 那这边 一排 我是用一排 中断点 然后再配合这个 这个除错模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样了解一下 这样的话 你们会比较具体 否则的话将来 你在 那个如果建立物件 政列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多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利用 除错模式来看 那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再看 后面 有关那个建构值 的相关说明 怎么样 再建立 我们所谓的建构值 可以传递参数 有关系